张艺谋投资了10亿电影 请得大牌演员 结果却亏得血本无归 票房惨淡 结果却被冯小刚调侃 我拍戏从来没有亏过 我拿10亿赚了8亿 你拿10亿拍戏却只剩下一亿 一下子亏了北京大半个区 而冯小刚说着话 还不忘一言不懈的表情看着张艺谋 而冯小刚拿10亿对赌的事件 在当时也是闹得满城风雨 据说冯小刚在当红时 华谊公司看中了冯小刚的潜力 不论话多大价钱都要赤巨资 把冯小刚签在自己的公司 面对这么大的诱惑冯小刚 当然知道如果能签下一家公司 对自己的前途是百利无一害的 华谊公司本来想着 把冯小刚后路断掉 把冯小刚名下的一家公司并够了 但是冯小刚却胡编乱造 说自己这家公司 每年都有一亿的进账 华谊竟花费了10亿收购这家公司 之后冯小刚自信满满 接连拍电影电视剧 但是收益却是一直都不好 华谊公司高层也不买账了 扬言要和冯小刚解约 而之后两方合作谈崩 冯小刚也只是支付了 华谊1.7亿的违约金 自己还净赚8亿 更让人惊讶的是 冯小刚那家公司 竟是花费了2万元半的小公司 真的是让人惊讶了 怪不得有底气数落张艺谋呢 对 вселен的生意 继续的粉丝